孫長好 委員你好 今天還好看到你有急轉彎了 就是原來我們對於九策這件事情 真的是引起了社會嘩然 而且我要說的是 其實這件事情不只是昨天 徐部長在財政的聯席有回答 推照前天內政委員會及政天才委員在質詢的時候 就已經有提到 那時候的署長就回答 現在包括全國九策的勤務也都停了 那我們也要求警察局分局對九策勤務也是疫情 還有轄區這邊的酒駕的狀況來適度調整 盡量減少 前天就這樣回答了 昨天還是這個基調 院長這件事情真的引起社會很大的憤怒 因為大家知道這次新冠肺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其實只死亡一位 但是院長你知道去年 因為酒駕死亡的人數是多少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147位左右 147那你數字錯啦 警政署 死亡當場死亡24小時以內死亡是149位 一個月內死亡因為酒駕 一個月內造成的死亡 就是你知道就是有的是當場死亡有24小時 一個月內死亡在交通部去年是293個人耶 293位這麼高耶 前年是300多人有下降還是這麼高 所以院長還好今天有你這邊再次宣示 防疫 絕對不放酒駕的法律駕 可以這邊再次宣示嗎 委員我想政府的態度是一致的 跟人民的要求都是一樣的 我們酒駕都零容忍 那部長是不是表達上或怎麼樣 他部長已經有完整說明 我再請部長 怎麼樣進行的SOP 對員警來說 怎麼樣保護他的健康安全 該有的防護 你要提供給基層警員 不要讓他們擔心 這個是我覺得是在疫情期間 繼續維持酒冊 不要讓大家覺得有僥倖心態 要不算是如果發生 真的酒駕又造成什麼遺憾的事情 請問誰要負責 可不可以申請國賠 所以我才會再次要求 一定不能說因為防疫 所以會取消酒駕 甚至減少 你講盡量減少 這是你們公開說的話 酒駕零容忍這個態度絕對沒有改變 酒駕零容忍 但是問題是你部長也好 署長也好就已經講了 要盡量減少酒冊啊 我地區性的是絕對不會減少 那中央是因為在整個的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就說了 所以 在內政委會你也在場 對我 你也在場 因為這是二月 就提到說 來事物料盡量減少是說 對警察局 對分局喔 還有轄區喔 我把所有的你們的逐字稿 我自己打出來 這是 俗長講的 所以我當場就跟俗長講 地區的絕對不減少 而且地區的 你們當場並沒有反應 對 我在昨天就已經講過 我昨天也說了 我昨天就講了 昨天也對媒體講得很清楚 地區的 包括我們縣市的 每個月最少兩次 分局最少四次 一個月最少六次 中央防疫很忙 中央防疫很忙 地方不忙嗎 地方也忙啊 所以為什麼 中央取消 把壓力全部放到地方 我們指的是 全國同步啦 真的沒有意思 不會 不會因為這樣子 所以部長 部長 你在這邊你一直 你是對院長 監長說的話 你不接受囉 院長竟然說了 中央也好 地方也好 繼續維持啊 那你幹部還在說明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還是要取消嗎 我跟你講 我們中央地方 對這個酒駕都是零容忍 那請問你要不要取消嗎 再說一次啊 院長先常說的 你還要不要取消 我們會遵照院長指示 就是中央地方在這裡 對酒駕都零容忍 防疫零空隙 所以應該要 防疫零空隙 你是給員警好的配備嘛 要醫護人也可以說 因為危險 所以不要接病人嗎 員警也不能因為防疫 所以不久策 你該要做的 你要給他足夠的防護 以及告訴他標準的流程 該做的SOB 就問到這邊 院長已經說了 我要再次請你們宣示 酒駕零容忍 酒測 繼續 不要讓大家覺得 現在可以僥倖 喝酒可以上路 去年死亡人數這麼高 酒駕零容忍 酒駕零容忍 酒駕一定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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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駕要不要減少 酒駕我們一樣會繼續這樣進行 會繼續進行 中央地方的政策是一致的 中央要繼續進行 中央地方的政策是一致的 一致是什麼意思嗎 一次都取消 沒有不會取消 我已經講過這個地方的至少縣市的兩次分局的四次派出所還有不定期了 所以我們全國性的十四九歲我們可以去調整啊 那現在院長又指示過來我會再跟這個再處 好謝謝我反正我只要求這個部分 如果你讓大家覺得放酒駕法會下 不會啊不會放鬆啊 這個部分真的發生事情 行政院校負責 你放心啊不會放鬆啊 我再要請曾麗君部長 還要請先請曾麗君部長好了 院長我必須說我自己本身對藝文也是很支持 包括今天晚上 其實有個藝文活動沒有取消我都會繼續去 可是呢因為終究昨天發生了這麼一件事情之後 我必須說我預期啦 所有的藝文活動會進到重災的狀況 不小心請問一下你會不會覺得我們在文化活動上 沒有提早佈局 像我有其實我在二月初就看到一個新聞喔 就是NSO我們的國家交響樂團 就有在反應說到底我們樂團人數這麼多 會不會形成一個防疫上的破口 但是我們其實是主張所有的表演都繼續 包括在台上人數也沒辦法減少等等 因為他當然有現成一個規模在那兒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昨天發生這樣的事情之後 文化部認為在文化活動上我們是不是部署的太慢 報告委員喔 其實文化部所屬的場館喔 其實從春節期間就展開相關防疫的措施 那麼包括入口量體溫乾洗手消毒喔 那麼以及這個空調模式調成通風等等 其實不管是表演型或展覽型都有展開進行 那麼根據這個集會活動 其實各部會或民間其實根據指揮中心的因應指引來進行 那麼因應指引在昨天進行更新 所以我想在之前基本上是大致如常 對 昨天有更新 但昨天之前 那報告委員 因為這個個案喔 他這個澳級音樂家屬於指揮中心初步 昨天研判是境外感染一路 那所以我們現在要面對的是說 第一個我必須說啦 我覺得我們在之前的標準上 可能也造成說因為他不是從原來我們認為的國家進來 所以呢變成他就進來了 我必須說第一個是單在把關上面 可能過去的標準造成一個遺憾 但是我要說的是有關於文化場館 包括這些表演我們的NSO 他們在台上也不能戴口罩表演 而造成現在當時這個演出也是跟NSO一起的 所以我要說的是 當然啦今天我們都已經宣布了 各位要求部長 你昨天有說得很清楚 但是要再次的說明 讓大家能夠了解 起碼在一些文化活動上 或說哪些該取消 哪些不該取消 標準清楚一點 要今天就有人問我說 那請問畫展都在密閉空間 到底可不可以去看 報告委員喔 針對昨天的這起個案 我們在昨天夜間第一時間掌握之後 請國表議跟NSO立即展開應應作為 那我們根據指揮中心研判 它屬於境外進來 我們要做的是降低所有在劇場 國內的衝擊跟影響 那麼目前已經都掌握了 初步掌握整體匡列接觸者 讓指揮中心研判 我現在不是要讓你講這個案 我是要讓你知道的是說 你是主管機關 你要負責的不是只是國家音樂廳 國家劇院 你要負責的是全部的文化的表演 是不是委員 所以這部分 給我一點時間 第二部分喔 我們昨天已經有說明了 是我的時間 你昨天有說過了 我都聽到了 你不用再重複 你的記者會我從頭到尾都看 所以我都知道 我只要告訴你說 請你再次的把一些標準 讓大家說清楚 還有可以進行文化活動 也讓大家安心 這個請你 可以有機會再次重生 另外我要提的是 鎮興抵用券 當然也包括請沈部長 還有請張部 我們林佳龍部長都上來一下 院長 鎮興抵用券 現在傳出就是說是分四類 然後都要綁國旅 你覺得綁國旅 國旅適合嗎 因為一定要綁國旅 才能夠拿到 振興抵用券的 目前傳出是六百到八百元 你覺得適合嗎 我就是特別要求 行政院這一次的態度 就是我們希望 雨露金沾 立竿見銀 然後定的就是希望能夠 又隱私消費 所以各部會 就以這個原則 就業管的業務 怎麼樣才能拿到這個 院長 所以我之前就講 那次特別預算質詢 我就問你說 二十億喔 不夠啦 要不然就是你要加很多限制 才會二十億 因為呢 你會讓它不容易用嘛 你現在綁的國旅 就一定要去有住宿的 才能夠拿到六百到八百 八百塊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會讓大家覺得 但你改成異地也可以消費 這可以 但是大家都期待 不要綁國旅 你對國旅 可以有國旅的相對的鼓勵嘛 你另外提出對國旅消費的支持 但你不要用國旅來綁 這個所謂振興抵用券 這正是很多人期待 能夠做這樣一個決定啦 院長歐某可以 因為我對於各部會 他們已經過去一年來 推出的各種都相當有經驗 而且著有技巧 所以你支持 你支持這個方案 現在我都讓各部會盡量去發揮 就剛才我說的兩個原則 讓各部會有各種設想 各種配套 應該不是只有一種啦 可以刺激幼影視消費 所以經濟部有經濟部的想法 交通部有交通部的設計 是啊 但問題是你要讓大家 有文化部各方面 所以我希望各部會盡量讓民眾覺得出來 而且覺得好 然後用方便 那我就跟你講就是說 綁國旅大家就覺得不方便嘛 不方便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你有各種方案 那請你看哪時候要告訴大家 要不然我們現在聽到就是綁國旅 才能夠拿到600到800 尤其一個啦 我要先講院長 如果真的要綁國旅 如果真的要綁國旅 我要求一文獨立 有沒有問題 一文綁國旅喔 真的是一點道理都沒有啦 真的一點道理都沒有啊 你那個 看一文的舉例來說 像我們 我們會做一文消費 我不一定會去住宿啊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把一文活動 也要跟國旅綁在一起呢 所以我要求 一文單獨有沒有問題 一文的振興 尤其昨天發生這樣的事情之後 一文很需要振興啊 我這一次齁 對一文單獨有沒有問題 起碼你讓一文文化部 不要跟這個振興的方案 綁在一起啦 這樣啦委員 我做原則交代啦 那我定地指一個目標 然後態度 那希望各部位去想 那鄭部長 你覺得綁國旅好不好 你的一文的振興 綁國旅你認為好嗎 報告委員我認為說 面對疫情 我們整體的工作 防疫優先 紓困並行 振興在後 所以我們現在有 議文紓困補助 我想這是很急迫需要 那麼振興抵用卷 也不是唯一的振興措施 我們有其他振興的措施 那我就說 如果你的議文的抵用卷 要綁國旅你回答這個部分 本來振興抵用卷 是經濟部 要這個來提出的一個振興的措施 那文化部是 我們建議希望 納入振興抵用卷 適用的範圍 所以是由經濟部 來設計規劃 議文的經費也是來自經濟部 不是來自文化部 你才了解說 這個政策的目的在哪裡 就是我們是希望說 納入振興抵用卷 適用的範圍 那由經濟部統一規劃 那經濟部是由這個住宿者 透過住宿者消費群 拿這個抵用卷去擴大消費 那文化部我們希望納入的 也是因為希望減少在系統開發等行政成本重複浪費 我們希望把這個額度 我覺得不會啊 文化部可以單獨做啊 所以等於部長你也同意 你也同意 議文納入到綁國旅 所以你要讓我說完嗎 不行 我們納入是要範圍 因為我覺得我非常不認同 我非常不認同 議文活動 綁國旅 就是文化部三億的抵用卷的額度 用在議文 所以在這個部分 但是當你綁國旅之後 他不一定會去用啊 不限旅遊的地點 你為什麼不讓喜歡議文活動的人 可以拿到議文抵用卷 然後可以來用 你讓去綁國旅 他不一定會用在議文 他不一定會用議文抵用卷啊 委員不是所謂綁國旅 現在就是綁國旅嘛 你要整個了解這個政策 才會知道目前經濟部的規劃 你們還沒宣布我們只能從媒體上看啊 媒體上看就是全部綁國旅嘛 我補充兩點 第一點議文是全國性議文的這個產業適用 他不限旅宿地 全國適用 文化我曉得啊 但問題是我就一定 我在台北市 我要去台北市去駐一個駐一個國旅 然後我才能夠再去做議文 拿到議文補助 設計經濟部會來統合 他就說沒有一定要議地我知道啊 我們確保兩件事 第一個三億額度 用在議文 第二 不需要當地使用 全國都可以使用 我們已經知道不用當地 這我剛剛已經說了 我剛剛已經說 請你專心聽我的質詢 我都已經說了 我知道可以議題使用 你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委員啊 再抱歉我要問一下 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院長 我的時間請閉嘴啦 可惜委員 我的時間不要這樣好不好 我的時間 你們不可以這樣 我再來還要再問 請問一下交通一樣 你要綁國旅 為什麼不用補助交通費 我建議再加兩百 如果要再加兩百 把交通補進來 遊覽車 現在國內航空什麼都很慘 把一樣再加交通費的 振興抵用券 我建議把它加進來 不要只有四類 有沒有問題 跟委員報告 以前實施過跟交通的補助 但因為樣態太多 因為交通工具非常複雜 在最後在這個檢核的時候啊 就礦日費時 所以我們去年的精進 就是集中在住宿 因為它的可執行性最高 你們就是為了自己方便 所以就認為不需要 因為我覺得 給交通的補助 絕對你們如果說要鼓勵國旅 絕對才有幫助 所以我就具體建議你們回去考量 把振興抵用券把交通 交通補助納進去 我覺得可以比較全面的 對交通對住宿對觀光 整體會有一個幫忙 所以這部分請你們納入考量 好請三位請回 我再要請潘文中部長跟陳時中部長 委員你的執行好可惜 我沒有可惜啊 準備了很多執行 因為你們講的東西我都知道啊 都不讓人家講啊 因為你們講的東西我都知道 就不需要講啊 你都知道 何必諮詢啊 但是你們沒有講答案啊 你說各地都可以使用 我都知道 我在問有沒有綁國旅 你也沒有告訴我答案啊 其實質詢就跟不用見一樣 質詢就是要告訴我們 認為民眾關心的事情 你們要回答 就你們也不回答 在那邊繞 行政官員回答質詢 這就是喔 只是在浪費質詢者的時間 再來我還有一個問題 我還有一個問題喔 有關於教育部 最後聽不清你在講什麼 主席 請制止一下好不好 你看最後變成這樣 反正就是這樣 這是我的時間啊 怎麼會好可惜 請在這邊質詢 在這邊你反過來 在質疑立法委員的質詢 好可惜的質詢 我有我的角色 是因為你們都不按照問題 來回答問題 再來我要請問一下 有關於現在 沒有一句話要拿講 昨天喔 陳時中部長你有提到 你有提到 有關於現在口罩 因為產量越來越多 我們再會有到一萬兩千片 或一萬三千片一天 事實上從要開學的時候 我就主張喔 希望 因為既然是實名制嘛 國小國中 其實是義務教育 有沒有可能 因為家長你知道 由於雙心家庭的家長 每天就想著要去買口罩 自己可以不用戴 孩子你叫他不戴 家長都不放心 所以你看到 照片中看出來 每個孩子幾乎都戴口罩 雖然我們有很多的宣導 可是家長不放心 所以我希望是說 有沒有可能 當我們口罩量夠了之後 起碼從義務教育開始 我們能夠做隨實名制的代購 有沒有可能 有學校 因為我看你昨天 有提到這個部分 那我們在什麼時候可以上路 因為昨天我聽到 特別有聽 你們質詢答詢 我都很仔細來聽 你們的部分 我有聽到你有這麼說 那在什麼時候 可能可以上路在這個部分 跟我原來報告 大概我們就是說 現在實名制 大概我們是七片 七天三片 七天五片 那這部分我們大概就會先穩住 然後第二部分會增加一個專業的量 還有這個經濟的量 企業界要的量 第三個是學生的量 那學生的量就是說 如果能夠現在 因為是健保實名制嘛 所以這裡面直接就可以控制 這個所謂的年齡層 那只要從這邊撤出來 就可以到學校去發 這是一個好的一個政策 但這裡面還要是跟地方政府 還有學校 要來做相關的溝通 所以這部分就是教育部 一定要全力協助 第二個當然要看那個量 我們現在在實名制裡面放的大概是 每天放132萬片的兒童口罩 那可能適用到12、13歲 那小學生這邊大概是117萬人 所以只放在小學是夠 如果要連這個初中的放進來 就會稍嫌不夠 國中的部分的話 還是就一樣三片就三片嘛 你有增加再增加 就是跟去藥區買是一樣的 如果說現在要做這件事情是做得到 那怎麼樣溝通來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適當的發放 還有學校存存的問題 這個部分如果做得到 我譬如說家長真的會非常非常感謝 這都列在我們院長也跟我們在開過幾次會議 是院長指導的一個方向之一 所以這個部分就拜託一下 就是說我們如果再可以讓學校實名制 尤其國小國中是非常容易做的 因為他就義務教育 每個人都要去上學 那另外呢 當然幼兒園跟高中職 其實幾乎高中職也是99%都在念了啦 那怎麼樣子讓他如果也可以透過學校發放 當然也更好 所以這部分我就拜託院長 然後請兩位部長 我們共同讓他能夠盡快的可以上路 然後另外呢 當然就是說如果當我們越來越多 舉例來說如果真的都可以發放的一樣的片數的時候 剛才其實陳部長你有提到 你知道其實很多小四小五的學生啊 其實兒童口罩他就戴不了了 因為他比較大大兒童 他要戴成人口罩 另外呢很多女性 其實他小臉 戴大人口罩反而遮不了 他適合戴兒童口罩 所以其實最近有在很多女性在呼籲說 為什麼不能讓他買兒童口罩 我在想 就因為可能是我們在設定上 有年齡的關係 所以變成女性不能去買 那我只希望在這邊就提供各種的 我們現在得到的資訊 如果說單發放片數差不多的時候 如果我是建議也許也不一定要有年齡的限制啊 而是以他的臉型來決定他適合大人或是兒童 可是這前提當然可能必須片數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這個就是給您一併來做相關的參考 委員謝謝您講 這裡面相關的精進的作為 我們都會隨時滾動性的檢討 那口罩也會在整個生產線的努力 我們非常的感謝 那不過呢他大概也沒有辦法讓每人每天一片 所以大家還是要準確來使用 要特殊的才需要 我們要照顧特殊需要有需求的人啊 那其他部分就是說或是說剛剛考量 性別或是說他的身材 可以能夠更有彈性我們來思考 但是我覺得重點還是先學校實名制的部分 如果可以先上路有需要來代購 我相信對爸爸媽媽來說 減輕他們很多 可能甚至要翹班去排隊的狀況 因為擔心會買不到 好那就請回好謝謝 再來我要請 不好意思齒中部長繼續留著 那另外 因為我要問的是有關於 院長您知不知道中研院啊 在 因為我們這次單對快篩 對疫苗 對藥品 好我們都希望要趕快有進度 那這次單比較遺憾說 在紓困條例我們還訂了一個獎勵 但是被拿掉 拿掉之後這次只編了9000萬 在相關的研發上面 9000萬 比如說9000萬是非常非常不足的 那中研院 是不是在快篩的部分 已經有成果了 因為中研院是屬於我教文的 所以我還有科技部 我都有在釘相關的部分 我們也請陳昌基部長請上台 中研院是不是快篩已經有成果了 中研院跟國衛院都有相關的一些發展 那有一些開始 我聽到是中研院比較快 在快篩的部分 因為我們有提供他們相關的血清 也跟我們一起在合作的 據我知道 中研院其實應該已經出實驗室 已經出實驗室了 然後經濟部 沈部長應該知道 就你們已經在找 中研院那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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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已經在找廠商 要開始做臨床 對不對 沈部長 對不對 是 是 所以是不是你們已經在找廠商 要開始快篩要做臨床的測試了 要在找廠商了嗎 大概廠商以及我們的科技業者 也都願意來搭配 然後做這個事蹟的部分 已經確定了嗎 這件事情 這個我們在計畫上有在支持 那我們問一下快篩到底哪時候可以出來 快篩 因為我們現在要四小時啊 四小時 那因為我特別有去問 快篩可能半小時就好了 這個大概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正式上路 那最主要那個計畫 我想那個計畫是在工研院 現在跟廠商開始在談 中研院 在工研院 工研院 工研院 那什麼時候大概什麼時候可以 我們現在預期的時間點什麼時候 大概當初我們同仁跟我講 技術是同仁工研 可能也要一段時間大概要 一段時間是多久 半年 還要半年喔 對 快篩還要再半年 對 這個怎麼跟我得知的會不太一樣啊 有 應該可以再快一點啊 我還希望說三四月 因為你知道一般來講 在緊急狀況它的測試 我知道 這關鍵出來 可以比較快 所以我是希望如果可以 我甚至希望三月底 四月初 如果可以出來 還對我們這一次會有幫助 要不就要到下一次 所以我這邊期待啦 大家是不是可以齊心一下 如果三月底四月初 我們快篩可以出來開始使用 我就會對我們 對世界來說 更能夠打出我們台灣隊的名號 好 所以這個部分我期待可以來加速 另外呢 院長知不知道你是一個科技匯報的召集人 科技匯報一年有16.6億 是放在科技部的錢 您知道嗎 他是跨部會數的一筆錢16.6億 我在這邊具體主張啦 因為九千萬真的是不夠 科技匯報16.6億 因為那個錢很多都不是急需的 也可以回到各部會相關的補助 相關的經費預算 我能不能在科技匯報16.6億裡面 拿10億我們組科技國家隊 這次好好投入在相關的快篩疫苗藥品的研究 尤其我請陳翔基部長上來 是因為其實他們從民國99年開始 我就看到每年都有在支持做相關的研發 尤其今年的主持人就是張上淳副校長 所以呢科技部原來就也投入這些錢 中研院國衛院都有 可是這時候我們有沒有可能在科技匯報 這個16.6億我們拿出10億 因為這是行政匯報的錢 也本來就在科技部五屆幾啊 拿10億我們來組科技國家隊 好好的把疫苗把藥品把快篩 真是我們做好 然後利用這個機會 把我們真的是這麼多優秀的人才 他能夠研發出來的部分 我們政府給支持 然後讓我們走在世界的最前面 院長有問題 我們行政院有科技匯報辦公室 都掌握相關的進度 而今年度光科技防疫演發的金會 就高達35億3千萬 所以不但有相關的金會 而且還有宴級的科技匯報辦公室 那我們相關的部會也都有相關的預算 所以對於這個演發的金會等 我們都充足掌握的 我們是要投入在這一次的喔 就這一次的研發 你剛剛說的那個錢是所有的 不是只針對這一次的特別的狀況 所以還是希望能夠在裡面挪10億 因為預算都有 好10億然後來針對這次的新冠肺炎 我們來做相關的努力 我們從SARS以來 行政院整個政府就非常 非常重視 所以剛才我講的 不但在行政院有科技匯報辦公室 我們有科技部 相關部會的相關 對於這一些 包括今年我剛才就講就有35